5月26日 賭王何鴻生與世長遲 第二天 導演吳時賢收發微博說 《來吧!我們那天一起拍過賭王專電影吧!》 還加了嘻嘻笑和聽聞吳演祖 據知這件事令學家好反感 何超義還說他連招呼都沒有打 就單方面公開說要拍賭王的新評電影是非常不尊重 有網民鬧爆人家剛剛過世幾天你就慶高彩列拍電影 也有網民叫他講得出做得到 吳時賢在30號就回覆網民留言反擊說 我何時有講過要拍這個電影 還叫網民仔細看清楚還說是白日夢 這類電影不估計通不過 之後31號吳時賢再發微博澄清 說早幾天在網上見到何鴻生先生年少時的照片 就發了個微博說不見早適合做賭王專 因為好像年少時的賭王 還反鬧某些香港傳媒不負責任短章取義 趕成是一套他正在籌備拍攝中的電影 他聲明說我們從來沒有計劃要拍這套電影 叫某些香港傳媒實事求是 電影 母席 佛 五